好烏龟人想清完这波线回家 看给不给机会 小徐不想让你金线准备要掰了小徐 那这样烏龟人被单杀了 看这个Q 看这个Q到就死了 还不是烏龟人的素质 那这样的话奶油过来补了一下 这就是烏龟人的素质吗 这样都不会被 小徐单杀 就奶油过来补了一下 但是还是爆炸了 真装没有TP 两波兵进打了 大招把你打走 拿着雅飞有危险 盐阙踢过来也没用 雅飞撑不住了 好 这样的话 雅飞撑不住了 这位秒杀 这里还把维哥拉 还把盐阙推过来 自己赶紧跑 看看能不能逼闪 小徐这个台 台 我就先抬 台 台 台 尤 gibi 造型不在 我讲完妖虫拍得过就说了 崩盘了 微博我宣布微博就崩盘了 已经 已经崩了 好心里掏钱 又爽偷50 哎又偷50吧 一波兵偷了80块 波兵就该这样玩啊 就当保安就行了 我队友要A塔 我就来 还你一套你也打不死我 一滴血散现过来往前走 散现过来一滴血散现过来 漂亮奈特 但是奈特虽然操作已经很极限 但是伤害跟卢西安比 完全就是零十开啊 散现过来A的途中呢 还走位留了卢西安的一个Q 但是还是没有用 伤害差距太大了 零十开的伤害差距 好这里奶油没有闪现 看要把抓害死了 赶快闪现躲 想要躲个台 那这样奶油闭死无疑了 看后续还打不打 但是什么情况小徐怎么在这呢 小徐过来想救队友 看来能救 维克拉这里还有大招的 谁敢弄他 没得敢弄他 维克拉这里还有大 好维克拉直接退回了一个正中抓 赶紧走算了 不打了 抓没血了 抓这里一血没闪 赶紧死了 正中抓收一个 小徐这里还有 还可以走 维克拉还想往前走 小徐怎么还敢往前走呢 小徐还在往前走 小徐把小虎打死了 小自备的哥哥他是小徐 小徐什么情况一打三上来 把小虎给弄了满血 这就是卡商地啊 中路放先锋 但是先锋撞的血量 这把门很低 这可以咋走 想过来弄先锋先锋 没人坐车 完了这带都没闪现 只能回头反打 上来打得还不错 但是呢 单秒了 这就是传人吗 一个人被5个人包围的情况下 把对面大哥给换了 大声告诉我 这是谁的传人 谁的称 领先个4000多块钱 但是卢仙的优势可不止4000啊 这个英雄是一个人能开会比赛的 而且左边的英雄说句实话是比较呆的 都不都很怕卢仙 就卢仙上来划左边的人 左边谁敢还手啊 没人敢还手 没有那种大控制去弄颅仙的 或者大伤害技能 去灌颅仙的 所以颅仙可以无压力上来划的 好大刀喷出来找压力 小区这里一白三 白白到三个 白白白过来 带来白白自己跟不上了 这还有技的吗 赶完了自己 还有WW转过来 还有一几人一几人再转走 陈子庄 这里什么情况 乃呦 乃呦这里啊 毅力血 毅力血没关系 看赖特这一件打谁 这一件打到小区上 这个小区秒了漂亮赖特 赖特直接一个大招 打到五个人 五个人之后呢 自己绿枪 瞄准小区这一枪枪毙 这把 亚非配个民族 后期还有点说法的 但是吧 因为赖特比较穷啊 这对线因为 劣势比较大前面 知道你野区全市 全市而野的视野 这回泰民抓的很好 能拿到很多情报 情报拿美过来大刀喷船 看到小号位置了 小号离得比较远 那这个大龙是有了 知道小号来得非常远 看小号 年轻人啊 白老的大龙小号 造星都没闪的 根本都没办法抢 1500地区把陈杰安了 年轻人还是年轻啊 巨大巨大 超级超级低级的事物 奶油送给了对手一条大龙 1400 1400 1400的 超级超级 巨大巨大 低级的事物 你都不用纠结什么大龙回血了 就是个低级事物 人家造星没闪 你肯定知道的 造星的位置也被看到了 你完全都可以等到 1100地区再交成的 他又进不来 而且波比还有大 就是一个巨大低级事物 耐特是把武器比较好哦 这波是绿白转银焰 转银焰和罪名的 这波打团先把 这波武器留完就是银焰了 慢慢打慢慢打 等雅飞蹭 这个武器是雅飞白嫖的 小号上去先把自己大招叫了 等雅飞蹭了 把这波武器打完就换银焰了 慢慢来 换银焰加罪名打团就总了 好了 银焰罪名了 随便整吧 开整吧 维克拉飘下来 看拼陈界谁的龙 又成爪了 蓝油 这里维克拉直接可能要被秒 维克拉还要飘走了 但是蓝油这个大虽然龙丢了 但是蓝油这个大大的不错 大揍了 左边的双十 打飞 明竹也没带着一块打飞了 蓝油这么立功了 虽然陈界强陈界失误了 但是无所谓 团战是大火全身 好 又过来点龙 没事做了 没事做了就点龙 点了龙没能开团了 只能看小徐拿命开团 觉得有波比 想把龙的血量控制的低一点 然后波比一个短短走人 然后再窩硬 什么情况 赖到这里直接被炉箱瓢了一下 差点瓢死了 一个红刀刀刀 赶紧续 好 波比要准备轮了 轮锤子了 这个大龙感觉是哪里能拿下了 啊 啊 感觉是可以顺利三轮拿下 又成早了 但是没关系 至少卢西安是拿到了 奶油 奶油这里 虽死又多 还是年轻 说实话 奶油 思路肯定是没问题 就是年轻 心理压力 心理素质不行 小孩子肯定心理压力比较大的 心理素质不太行 好 维格拉必死无疑了 还有大块的飘一手 哎 赖的没死了 整个飘小虎了吗 这里被看到了 闪现三条 快打了阿萨姆阿萨姆 可能要不行了 阿萨姆伊丽雪没死 正面奶油也不行 谁都要不行了 把亚飞掰过来 但亚飞有闪 闪回来找队友 小龙 有 微博进来下 踢中路线 想干嘛 压起身 小虎有闪现 维格拉一滴血 赶紧飘走 维格拉 小维格拉 小维格拉 维格拉必死无疑了 小虎又找了一波不足的机会 甘致面队就一波 大哥维格拉 还有60秒才复活 感觉是要拼的 微博 应该是要拼的 要拼了吗 小徐顶了 对前面大刀过来 清洗洗洗洗洗 洗得还不错 奶油五秒钟复活 还要顶着扔动 看自在打谁 在打小虎 这里阿萨姆一直在射 射 门腰塔 试会掉 奶油已经到了 门腰塔一滴血没死 掰回来一个小号 小号开个一要来我和 那没有办法 没人能打到他 亚菲利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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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神 说实话 小虎完美战绩 但是 还是第一条龙吧 我觉得还是奶油 第一条龙 承承接失误了 那个失误太大了 那个失误是导致被翻盘的 开始 奶油那个失误导致了这把被翻盘的开始 还是太年轻了 压力太大了 太紧张了 出现的超级低级失误 没什么事 我现在就会有点 没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感谢观看